看起來都很好 然後這是手掌 對 這是拇指 食症 罩症 活命之下的症 對 這樣 對 當然要 不覺得拍動很酷嗎 我一點不敢說我的認知是誰 對 有東西在動 然後你又不用餵他 你拍他一下他還會有反應 你醫生講得多浪漫 只要你跟我說 拍動其實就好像很大人 好 歡迎大家來做兔女郎頻道 兔兔 狼 我們現在要來做產檢 高中級超音波 以及聽你17週也就是上來吃一個多月前的產檢 NiPS 被進入事態的染色體檢查 對 那個檢查我覺得非常讚 他其實就是在檢測寶寶的染色體 然後透過母體抽血這樣子 抽血很低 對 因為另外一種取代的方式其實就是 要摸穿刺 但這個就是侵入室 我真的很開心就是可以靠抽血 搞定這件事情 然後先去看寶寶的染色體狀況如何 有沒有異常 對 因為那時候醫生有特別跟你說 侵入室的話其實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針 他聽完是覺得很好 基本上抽血是沒風險 你平常抽血那樣子的 那我們上次有做紀錄 要問醫生那個 侵入室大概幾歲以上才建議做啊 建議是34歲以上楊毛川氏 他的風險是千分之一左右 34歲唐氏症的風險是270分之一 所以我們做楊毛川氏得到的好處 會比他可能產生的風險要來得高 定義在34歲 那我會問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因為像這種34歲應該是他可能 卵子或胚胎也是在34歲 對 那如果像我們大概在30歲左右 就讓他變成胚胎 所以你的這個動胚是30歲的 那這個卵就是30歲的狀況 動4年 所以4年時間就停滯了 即便我是35歲的孕婦 然後如果我胚胎30歲的話 那就是以30歲的時候來建議 哦 OK哦 對對對 那你剛剛講的問題也很好 你們很有概念 所以你們比較早來動卵30歲 所以這個卵是30歲 那相對的你染色體異常 跟這些各式各樣的遺傳疾病 突發性疾病 風險都會比較低 如果真的沒有那麼早打算想要生育 或者是還沒有對象 先動卵絕對是 動靈的最好的方式 不過問題 是 因為我們在做試管的時候 我們有做PGS 染色體 就已經是挑選過了 已經挑選過了 為什麼還要再做這個 就是 好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PGS 事實上是在受孕之後 第五天的胚胎 我們叫做囊胚期 我們會做胚胎切片 那時候切片可能切到的細胞 可能就是 一點點 三個細胞 五個細胞 我們會把它的訊號放大 有一點像我們拍照片 你一個很小的畫面 你把它放大 所以你的解析度都沒有那麼好 但是你現在已經十幾週了 它的這個細胞數就很多 所以我們抽選 把這樣子的細胞拿來做放大的時候 基本上現在不只Full HD了 可能4K或8K的解析度 所以它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可以檢查染色體異常 甚至還可以檢查所謂的微缺失疾病 因為它的細胞數量比較多 解析度高 可以看得疾病就更多 所以我們現在的文獻都是建議 即便你有做PGS 我們還是會建議你要做 NIPS 或者是羊毛穿刺 來Double Confirm 第一個就是確定PGS沒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可以看到 更多的效果 好啊 所以它有三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直周可以做 再來第二個就是我剛剛也有提到 它是零風險 羊毛穿刺會有千分之一左右破水的風險 再來第二個它是Full HD的 所以準確度是很高 跟羊毛穿刺其實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樣的 那它的缺點就是 費用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那不然其他沒有什麼缺點 那檢查的項目內容 現在對您來說應該是大同小異 可以檢查的項目內容都很多 在國外幾乎NIPS 或所謂NIPT已經是主流 在台灣因為還是有價錢上面的考量 所以羊毛穿刺跟飛行物性染色體檢測 還有了一半一半 好來抽嗎 那我們等一下就幫你抽選 然後報告10天左右會出來 然後我們結果出來會通知你 等一下 對 至少有鼻樑 但是我現在不知道它的鼻頭就是 應該是還沒有找完吧 血肉模糊 不然好像它下巴感覺很尖 每一次做完之後 它都會比我還要Focus在那一張照片上面 每次做完檢查我都在幹嘛 你就是把照片丟給我 然後你就看你什麼都可以走啊 喔對 我就在看我什麼時候可以走 現在開始有點像人了 之後會更像人 我期待它真的很像人的時候 欸你要不要仔細看一下你兒子耶 看一下啊 好好我看一下 他還有比例啊 長得蠻可愛的 你不覺得嗎 你是認真的嗎還是在敷眼 我覺得他長得蠻可愛的啊 是偏可愛型的啊 你應該蠻可愛的 我覺得他眼睛真的超大的 你從哪裡看出來 就是比例 所以這邊是眼睛 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他的臉畢竟超明顯 對不對 立體齁 立體然後感覺眼睛很大 這感覺是個什麼魔人啊 天秤寶寶寶 好今天要抽的項目是 我記不起來了 飛機用去的那邊 對對對 好確認一下 那我們會抽這一管學 大概10CC的學藝獎 沒關係不要緊張 那幫我確認一下上面的名字 身分證生日都是你的嗎 對 好OK 你會暈診嗎 不會 不會 身心暈診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還會回答 好吸到口氣喔 不要動喔 好小針喔 這樣很好 表情管理 我在拍喔 報告大概兩週左右 APP上面可以看得到 回診的時候 醫生也會跟你解釋 暈診是什麼 暈診 暈診就是 見到血或是針 然後他就暈倒這樣 喔 應該是還好 不會吧 對不對 謝謝 好今天檢查時間 有可能會比較久一些 因為主要還是要看 寶寶的姿勢狀況 基本上會是一個小學慈喘 胎動有嗎 有 有喔 開始有 滿明顯的 胎動有 看起來都很好 然後這是手掌 對 這是拇指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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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指 對 這樣子 動一下 換個姿勢吧 不覺得胎動很酷嗎 他也一直問我說胎動的時候 對啊 人家說胎動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有東西在動 然後你又不用餵他 你拍他一下他還會有反應 你醫生講得多浪漫 然後他還會跟我說 拍到鞋就很像我們想罵 好 這個是拇指 拇指 中指 五名指 小指 兩隻腳都是五隻腳的 好 好 然後嘴巴 兩隻中指 24週之後開始臉就會慢慢捧起來了 越來越像嬰兒出身的樣子 結構上看起來都沒有問題 現在翻過來了可以檢查心臟 OK 沒有任何問題 看起來都非常好 你以後可以一起進去 那我可以搖滾 可以 可以 OK 好 OK 看起來都非常好 肚子稍微擦一下 然後就做非進入性藍色體檢測 這個是總表 它事實上是一到二十二對藍色體 二十種微缺濕疾病 都在這個正負四倍之間 所以這看起來都很好 然後這個是諸如鎮的二十個點位 看起來每一個點位都 都是在正常的範圍 然後後面就是每一對藍色體 然後說正負四之內都是OK的 一到二十二對藍色體 然後藍色體 這個是性藍色體 原來全部都是正常的 剛剛那是總表 現在是分享 然後這個是注入鎮 FGFR3裡面每個點位 像1138的位置 是最常見的注入鎮點位 98%的注入鎮 都是在這位點位 不過你全部都是正常的 藍色體是正常的 尾缺濕疾病也沒有 你今天有做高層自操音波 然後你現在是二十二週一天 頭下腳上 本來是趴著 我們後來搖搖地翻過來 頭是二十二週六天 肚子二十二週 腿手也都在二十二週左右 所以平均是二十二週一天 跟你的周數是完全符合 小腦的寬度要比周數大一點 這個小腦就是剛剛說的像花生那個東西 左側腦室 右側腦室 腦室大神 這三個都是腦部的空間 看起來都要小於一公分 都完全符合 子宮頸長度超過2.5公分 超纏的機會就很低 你是正常的喔 羊水的量 8到24之間是正常 你也在正常的範圍 看起來都很好 頭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五隻手指頭 五隻腳指頭 所有內臟器官這些看起來都非常好 子宮充脈 血流是供給子宮典非常好 這個PI值是阻力係數 阻力要越低越好 小於1.5是正常 小於1是超級好 你兩邊血流都是超級好的狀況 所以正常飲食小孩就會大 你有中很多嗎 快幾多差不多 快52 懷孕前50 兩公斤都不到 我有問題 如果剛剛檢測有任何異常的話 通常會整個小孩 出生都在救他呢 要看什麼樣的異常 如果是心臟異常 可能就會 要看看這種閒天性性癢病 有沒有辦法手術 那如果有辦法手術 有沒有必要要提早手術 提早手術 我們可能早一點把小孩生出來 然後如果是沒有辦法手術的 或者是不需要提早的 我們就是正常 不是正常 就這個 小心臟 最早可以多提早 我們小朋友出生要能夠 主力存活 重點還是他的肺的發展 那一般來說 小朋友肺的發育大概34-35週之後 大概就算是穩定 所以我們一般要提早 也不會早於這個周術 為了手術的話 再來就是心臟 像小朋友出生 他就是靠他自己啦 所以他的手術 我們一般會希望小朋友 接受手術的體重 要至少要超過3公斤 所以基本上也是逐月啦 也是一定要逐月 但是有時候因為他心臟有異常 肚子裡就慢慢就胎兒水腫 一些症狀跑出來 不得不提早 那就是變成出生之後 再請小兒外科醫師來幫忙 謝謝醫生 對 做高產師是為了希望能夠看清楚啦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小朋友的肚子的狀況 不是說一出來嚇一跳什麼 而且事實上就是在產前 我們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狀況 其實我很喜歡上一次那個檢測 抽血就很高 我超愛的 很多東西都可以抽血啦 你有沒有什麼遺傳性的疾病 抽血幾乎可以做所有事情 但是抽血沒有辦法檢查 手指頭那麼多一個 少一個 這個人一定要考超一部 所以這兩個大概要 我們一起做 謝謝醫生 好 不會 如果都OK 應該就在一個月之後 順利 好的 謝謝醫生 好 不會 哇 聽完報告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就是 雖然我沒有像你 持續的都這麼興奮 可是我覺得一直以來最重要的就是 健康 然後你平安順暢 我都覺得很好 然後每次報告聽到說 喔 這個很好 那個很好 沒有異常啊 數字應該要什麼樣的區間 然後都很正常 低於很好啊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我要先說 NiPS 背景還有APP 所以其實我早就已經在 做完檢查的大概一周後 我就已經看到報告 全部都是 胃檢測出異常 我其實就放心了 聽到有一個 是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結論 期待的阻力 很小 那個其實是代表 你吃的東西是 寶寶辦法透過血液的方式 可以直接擷取到營養 如果阻力太大的話 寶寶可能就吃不到營養 很開心 然後今天還做了高層次 知道它很多細節都沒有問題 器官都沒有問題 那這樣你就會覺得很放心 舒手指頭 對 舒手指頭 你們就再次看到它的小臉龐 我覺得跟之前一樣耶 跟17之後我覺得樣子蠻像的 然後我就這樣跟醫生說 廢話就同一個啊 也是 醫生心裡就想說 到底會有幾個不一樣的嗎 好啦那今天就是 非常順利啦 對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可以放下大部分的石頭了 對 至少它沒有什麼基因上的問題 重要器官的發展 我覺得也都算是正常 那下一次就是要看媽媽了 對我下次要做這個 認證糖尿病啦 就是要餓肚子喝糖水 其實還蠻緊張這個檢查的 我們家可能有一些人有糖尿病 你說你們家族啊 對 所以我就會擔心 但他們不是很嚴重的那種糖尿病 可能盡量不要吃什麼而已的那種 可是你知道認證糖尿病 有時候跟一般糖尿病 狀況不太一樣 那還是會緊張 我覺得會緊張 好啦 那只是它甜甜甜甜甜 你不要緊張好嗎 好啦 你看今天它是報告到正常 恭喜有再乖乖長大 好啦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 想要說掰掰 要不分享嗎 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 小 deploy 可能 nitrogen 又 我 Late